嗨,大家好,欢迎收看Movies公园,我是圆圆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欢迎来到东莫村 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触及侠财同仁,复兴数十步豁然开朗 土地贫矿,乌舍俨然,有两天美吃丧竹之暑 切莫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重作 男女一拙,稀如外人,黄发垂条,并怡然自乐 这是陶渊明的桃花园,也是朴光贤的东莫村 正如陶渊明写下《桃花园记》是为了塑造一个与乌浊黑暗的南朝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 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 东莫村则代表了朝鲜战争的对立面 与同样的描述朝鲜战争的太极其飘扬的不同 东莫村没有触目惊心的战争场面,没有血污泥泞的残害断肢 更多的是对美好境界的追求,借以反衬战争的惨烈无情 影片背景是1950年的朝鲜战争 一名即将坠机的美国飞行员从如花头顶一跃而过 飞机发动机严重损坏,坠落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里 飞行员死里逃生,被村民救起 村子里一位金老师试图用蹩脚的英语与飞行员对话 金老师问飞行员,好啊呦 飞行员反问,我都这样了,你还问我好不好 金老师愣住了,好奇怪啊 书里说,问对方好啊呦,对方应该说and you 这样才是完整的对话 村民们都蒙蔽了 另一边行军途中,一名朝鲜士兵伤势过重 按规矩为了防止被敌人抓到只能结束他的生命 上尉不忍先下命令,与手下起了争执 这时遭遇敌军偷袭 而在另一边,一名韩国国军卫生员 发现了准备自杀的逃兵,急忙上前阻止 然后二人结伴而行 朝鲜上尉带着一名老兵和一名小兵在林中遇见如花 一番沟通后,上尉得出结论 如花所在的村子肯定没有被战争波及,因为他连枪都不认识 于是决定去他的村子赞助 卫生员和逃兵在一位采药大叔的带领下也来到了村子 这个村子名叫东莫村 由于该村异常偏僻与世隔绝 所以村民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战争 村子里一片相和 之前在战场上拼命厮杀的朝鲜和韩国两派士兵见面后 立刻举起武器示威 分分钟要干掉对方的节奏 看热闹的村民从来没见过这个阵势,还以为这是外面世界的人特殊的打招呼方式 于是就坐下来静静看他们表演 韩国兵两个人有枪 朝鲜兵三个人有手榴弹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局势就这样僵持着 胡子哥刚从填坎上面回来 告诉村民们,有野猪在土地地里乱拱 朝鲜军官见大家丝毫不畏惧他的手榴弹 气急败坏地斥责大家,不许动 胡子哥这时还在给村民们讲 那头野猪好肥好大呀 村民们这时都在担心填坎上的玉米 此时朝鲜军官尴尬得满脸黑线 到了第二天早上,村民们觉得他们太无聊了 该干活的干活纷纷解散 一宿没合眼的几个人已经站不住了 还要硬撑着 如幻以为他们在玩一二三木头人的游戏 顺势拔走了手榴弹的手环 把大家吓得不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几个小时后,士兵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没拿稳,手榴弹掉在了地上 大表害怕伤到村民,立刻扑上去 结果却是虚惊一场 估计是手榴弹进水失灵了 大表顺手把手榴弹往粮仓里一扔 结果把粮仓里的玉米全部榨成了爆米花 全村人从来都没见过这个场景 都非常兴奋 两拨人实在扛不住了 终于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 还抱在了一起 醒来之后得知 他们榨掉的那个粮仓是村民们一年的储粮 到了冬天,村民们怕是要挨饿了 几个兵哥哥心生愧疚 准备亲自去地里干活来弥补过时 尽管都是为了帮村民们尽快储备好粮食的目标而干活 但彼此还是心怀叵测 总担心对方要耍什么花招陷害自己 然后就是想赶对方走 但谁也不想离开这个美好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保持这种要干价不干价的阵事 僵持了好几天 飞行员这边也在不停地尝试跟联合国军求救 刚一接通就彻底失去了信号 小胖端看飞行员不开心 就想带他去偷甜甜的蜂蜜 结果两个人被蜂蜜盯得满脸是包 小弟想起原来不打仗时的平静生活 咬牙切齿 要不是这帮混蛋来侵略 现在的生活该多好啊 小嘎子却不服气地说 谁侵略谁啊 是你们拉起美国人一起来打我们好不好 道巴哥给小嘎子解释道 确实是我们北方侵略了南方 原来小嘎子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战争 他只是听命于上级 以为自己在保家卫国 得知自己是侵略方后 心里还有点愧疚 这时却听见远方传来呼喊 救命呀救命呀 原来是一头野猪在追小胖嘎和飞行员 几个人此时也不管什么朝鲜兵韩国兵了 合力协作对抗野猪 本来互相警惕和仇视的双方 在合作干了这票野猪之后 一起享用烤野猪大餐时 化干戈为玉博成为了好朋友 没什么矛盾是啃个猪蹄还解决不了的 在他们换下军装的那一刻 仿佛就真的融入到这个和谐温暖的大家庭里 暴力厮杀的士兵也变得淳朴善良 小嘎子喜欢上了如花 小胖多喜欢跟飞行员玩 寡妇红红对刀八哥产生了依恋之情 这个如世外桃源般的村庄 给了战争杀戮中的士兵们 一个洗涤心灵的美好空间 他们纯真如孩子般玩着滑草游戏 天空是那么的蓝 青草是那么的绿 这几乎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状态了 转眼到了过年 他们一起放孔明灯 一起充满欢声笑语的庆祝节日 万万没想到的是 飞行员相机里的影像 竟成为他们在一起的最后的回忆 美国联合军搜索到飞行员飞机坠毁的地点 认为此地有朝鲜兵的助营 蛮横无力的美国兵 对村民们的热情问候毫不理会 上来就是一顿毒打 让他们交出朝鲜兵 代表完全遏制不住心中的愤恨 直接干掉了一个美国兵 在一阵斗争中 子弹误杀了如花 从抓住的士兵那里得知 美国兵将在24小时轰炸这里 这一次 五个人齐心协力拦住轰炸机 引开投弹区 保护村民们 不让这个村子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他们翻到另一座山上 不好矩阵 这一次 他们为了保护百姓而战 敌军将预备投射在村庄的炮弹 全部投射在私人所在之地 他们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 因为他们让村民们看到了一场 最浪漫的烟火 含泪看完 这种情怀终究让我无法抗拒 放下仇恨 放下戒备 一起喝酒 一起唱歌 一起务农 一起全力以赴 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一切 短暂的快乐 长久的回忆 不知道在东莫村那个孩子长大之后 带给他的会是什么呢 可如果没有战争 日子平淡过去 会不会也就不觉得珍惜 我不愿意分析谁代表谁 又怎样怎样 不是什么片 都像悬疑片一样有多重寓意 这部片子确实寓意深远 但也足够单纯 我喜欢男人间的情谊 我喜欢消耗江湖的情怀 放下枪 平凡无期 决定了 当人不让 真汉子 真性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